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古豆罗是宁荣荣的爷爷和宁峰智的叔叔 宁峰智和唐三的关系还算得上是比较好的了 他们两个互相尊重 在前不久的时候,宁峰智想要购买唐三的暗器 就这样,唐三把很多的暗器都卖给了宁峰智 而宁峰智也得到了大量的暗器 唐三得到了大量的金钱 但就算是这样,唐三依然不愿意把暗器制作的方法告诉宁峰智 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宁峰智也没有感觉到怎么样 毕竟唐三不可能因为金钱的原因而违背自己家族的说法 但是古豆罗就不这样想了 他认为唐三就是如此的不知好歹 得了这么大的买卖,依然不知足 当他听完他们两个的对话之后 直接就站了起来,当面冷嘲热讽 由此就可以看出他应该是不害怕唐浩的 如果他非常害怕唐浩的话 他可能就不敢这样当面嘲笑唐三了 如果唐三把这个事情告诉自己的爸爸的话 唐浩应该就会过来教训古豆罗了吧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